当我开始接触到转念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学到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很清楚的让我看到 原来我的思维才是真正让我痛苦的最主要的原因 记得有一年我那时候正要去美国去上个课程 我先生他对于我去学习这件事情 其实他是非常认同的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人要出去一段时间的话 对他来说他就并不会那么支持我 所以那一次当我自己要到美国去上课的时候 我好不容易我找了大概有七天的时间 突然之间我发现另外一个老师当下的力量 他的课程在经过几天之后他就要开了 所以对我来说我只要去一趟 我就可以上到两位老师的课 这多好的事情 所以当我跟我先生提起的时候 他却冷冷地看着我说 难道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吗 记得那天我正在客厅看着电视 然后当他跟我说那句话的时候 他讲完话就转过身就进书房去了 我突然之间我的心里面就有一团火就冒了起来 因为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态度不是太好 你可以想象所以当时我就看到我的整个背脊 我的肩膀就僵硬了起来 然后我甚至于都可以感觉到我那有一股冲动 想要去跟他争个对错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难道真的觉得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吗 因为言下之意听起来是这样 当下我就停了一下 我就问自己 就是我在学习转念的几个步骤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先问自己 我到底带着什么样的信念才会让我这么生气 我到底为什么这么生气 结果我就发现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 他不应该控制我 我的学习 我今天是个大人了 我想要学习 学习有什么不对 学习有什么不好 他凭什么要控制我 在当下我就问我自己 他不应该控制我 真的吗 这是当我在学习转念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真的吗 就是我脑子里面想的这一句话 是真的吗 是事实吗 我突然之间我笑了出来 我笑的理由是 这世界上有哪一个老公 不想掌控自己的老婆 就像有哪一个老婆 不想掌控自己的老公 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我们结了婚之后 我们两个人共组家庭的时候 我们都会希望对方他的步调要跟我们是走在同一个步调上 同一条道路上 然而事实上是每一对夫妻我们都会希望对方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决定 接下来在我的那个练习当中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好 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我想象说我先生是要掌控我 他不应该掌控我的时候 其实我整个身体是紧绷的 因为我觉得他不应该 所以我可以想到好多的原因理由行为 这个口气语言 基于这样的想法 他不应该想要掌控我的时候 我可以想到我有好多种反应都是非常负面的 包括我自己的身体 包括我自己的情绪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再来就是 当我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我没有那个念头 说我的先生不应该掌控我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太太 然后在接受的是先生提出了他的请求 他的要求 所以在当下 就当下 在大概两三分钟的时候 我的气就消了 于是我慢慢走到他的书桌面前 我就问他 我说 你是真的觉得 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 或者是你只是希望 我待在你身边 不要出去那么久 突然之间 整个空气凝聚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如何回应一个好好说话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刚才的口气可能不是很好 而他所面对的却是一个好好跟他说出他心里面可能话的太太 当下我看着他大概有20秒钟的时间 我就这样看着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回应 因为在他的原生家庭在他的工作环境 他的反应通常会是自我防卫 如果我是用戴着生气的样貌接近他的话 他本来所预备的可能就是可能就是那种防卫或者是反击或者是冷漠 没有想到我却说出了他心里面的话 事实上他真的是不希望我会离开那么久 当我说完话我也看到他不知道如何做反应的时候 我就转身我就回到了客厅去坐下来大概十分钟以后 我先生就从书房里面走出来 他就告诉我说你要去美国的机票我已经帮你买好了 然后到地点之后车子会来接你到这一个上课的定点 上完课之后车子还会再送你去另外一个你要上课的地方 上完课我还安排了车子接你到机场 然后我到机场接你 本来很有可能在当下当我听到我先生类似指责的话的时候 我真的内在的那股愤怒绝对不亚于电视剧里面的八点档 但是就因为我停下来我问问我的念头看看我的念头的那句话 是我自己假想出来的还是事实的真相当我们可以安静下来看看自己的念头 好好的去检视这个念头的真假反过来我不应该掌控我的先生 好啊如果我觉得夫妻不应该互相掌控的话与其叫她不应该掌控太太 老不如我不要掌控我的先生 而我不掌控她的是什么 她可以很自由的说出她心里面的话 而我不要指责她也不要不要想办法要去羞辱她 不要让她住嘴不要告诉她她这样说是多么的伤我的心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得到了很大的解脱 彼此之间中间的那个尊重怎么表达对我来说就是好好说话